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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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剛剛在幹嘛嗎 我剛剛在種樹啊 你知道嗎 因為今天是植樹節 那種樹最主要是可以給我 緬懷先烈先險之外 可以種樹讓下一代來做個成鳥 那今天我們來到了南投的魚池鄉 我們要來介紹一個原住民餐廳 到底有多好吃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Let's go 還沒有吃美食之前呢 我要介紹大家 就是我們原住民的建築部分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他們排灣族的一個石造的建築 那後面的部分的話 也有一些像是傳統的一些木造啊 然後用草席來堆疊成的 那他們的傳統建築當中呢 最主要都可以當作一個冬暖夏涼 那所以他們可以居住之外呢 也可以當作一些儲藏糧食的地方 那這裡呢 最主要是他們在出生狩獵之後 或是說打仗啊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才藝 或是當作這個鎖 來做一個開會的地方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入重點囉 我們準備去吃美食囉 耶 好 我們今天來到的這家餐廳呢 叫做馬飛屋 我們今天點到一個山豬肉的套餐 那最主要的是 它的山豬肉是很特別的 所以在吃起來的口感上呢 就是非常的 嗯 Q彈有盡 而且這份套餐當中 最特別的是 你可以加點小米酒的甜點喔 小米酒甜點的話 就是 它有一個紅茶的 奶酪 我們要加上一個小米酒 嗚 我第一次喝小米酒 它是有一點 嘎润順的感覺 但是 喝下去之後 會有一點 酸酸的 但是到口感之後 它就是又分泌甜度出來 其實它還蠻好喝的 那另外就是甜點的部分 它紅茶調製非常弱味 然後沾上一點奶油下去之後 所以也不會太甜 但是又有點奶的味道下去 就是蠻中和的 另外呢 這我點了一杯 紅芋紅茶 一定要來日月潭 一定要喝的 紅芋紅茶的特性就是 它非常的清淡 又帶點清香 所以你如果說 比較不喜歡喝 苦澀的紅茶的話 其實你可以選擇 紅芋紅茶 最後你這些菜的部分的話 因為他們都是有特別挑選過 像是 七哥 然後也有小蝦子 再來是 他們三的高麗菜 那另外的話是 筍乾 所以其實 傳統 非常傳統 道地的一道 原住民的餐點 那湯的口感的話 算是 他們有熬製過 算是蠻清甜的 所以這整份套餐的話 對一個人來說的話 其實是 男生來講是足夠 可是如果是 有女生一起吃的話 覺得兩人份 會比較合適 那這家店 就是在我們日月潭的旁邊 那你們進來到日月潭的話 就很多飯店區的地下室這邊 就是很容易找到 就是馬背屋在日月潭 就是魚尺這一邊 所以有時間的話 可以到我們日月潭這邊 來走走看看喔 你看 這是日月潭 來到九族 一定要搭日月潭難抽 可是呢 現在水缺成這樣 真的完全變得好醜 所以大家記得 要截略用水 當然 這個美景希望 未來 今年度水能夠讓它復原 可以浪至月潭 恢復到以往的美麗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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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